9点10分最新消息 超商将要进驻蓝宇 引发了热烈讨论 但其实有商民爆料 不只蓝宇超商 其实蓝宇95%的建筑 几乎都是违建 到底详细状况如何 我们连线记者罗丽颖 好的主播 超商将要进驻蓝宇 引发了各界讨论 那有民众说呢 其实不只是这个超商 95%在蓝宇本岛上面的建筑呢 几乎都是没有建造 也就是说 有95%的蓝宇的建筑呢 其实都是违建 那么也可能是全台 违建的密度最高的地区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跟蓝宇的 特殊的环境有关 因为他们全岛呢 都是属于这个 原住民保留地哦 那其实地主呢 是这个行政院原民会 那由乡公所来代管土地 所以目前乡民 是只有土地的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如果说你要盖房子的话 是要办理这个地幕变更 才能领造 不过目前是很少 有这个蓝宇的民众这么做 这个超商的部分呢 是表示说 当时他要取得 这个土地的时候呢 都是经过一个合法的 申请流程 会再去了解说 这个土地的 明目不服的一个说法 是从何而来 台东政府也会依法行政 并延拟下一步的对策 以上是现场掌握 最新情形 主播 好 谢谢丽云 有乡民爆料说 其实蓝宇 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子 都是违建 对策畅的 节目 对策畅的